挥舞外国国旗事件持续延烧 一党新盲位州议员拉兹曼 因为在脸书发布涉及 种族、宗教和王室的三R课题 被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传召问话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文告指出 拉兹曼涉嫌在脸书账户上 发布涉及种族敏感议题的帖子 包括近期大马国际关公文化节活动中 挥舞外国国旗事件 此外他们也传召了涉及管理账户户头的管理员协助调查 还扣押了管理员用来发帖的设备 包括一部手机以及一张电话卡注查 当局援引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调查案件 文字幕不在乎 打赏任意 文字幕不在乎 钱 感谢观看